我今天要來講那個Google全球科學展 就是這個Google Science Fair 2014 那它這個就是13到18歲的那個全球化學生 那你要注意的是它這裡面 它是它有一個地方是在 它提到專業只有66004小時 16分鐘的話這個不用去管它 反正還很長時間 5月12號以前 那樣子啊 如果我們要入冊的話 我們就開始檢測中間入冊 然後你開始等到 好 等完之後呢 它這邊有事前準備 它這個我建議是要先閱讀一下 還有特別這個影片 那麼它會都講一些其中的一些資訊之類的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 可能就是你自己去打那個網址 搜尋Google全球科學展 然後在下面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去稍微去看它一下 然後這邊呢 它這裡你可以去辦個Google賬戶 那因為大家通常都有Google賬戶嘛 但是如果說像我的話 我那個時候辦非常好笑的 把我的生日網頁調到1958年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還是新辦一個Google賬戶 好 那麼我呢 那麼我們可以點這個 或者這個 都可以 點這個就是登入記錄老師 好吧 我把這關掉 好 那我先登入我的帳戶 我先登入 只要可以 好吧 等一下 好 那麼我們就是裡面那些一些詳細資訊的地方 你必須要注意的是你要直接去檢查 然後這個的話呢 它是要求你輸入你的拉丁或是英文的姓名 那這裡的英文姓名就是要用 建議是用護照上面的姓名啊 不然的話 如果你打的就跟英文課上面用的名字一樣 可能到時候就投到你 好 那就打進去 就跟護照上面的名字一樣 然後這邊就打中文名字 然後這是名字 然後這是姓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如果呢 你要點選你的出生日期 那我出生日期是這樣子 好不好 可以這樣 然後再來呢 國家地區它預設都會幫你選台灣 那如果你是在別的地方出生 或是你的Google帳戶不是台灣的 可能他就不會選 然後在這邊呢 要注意的是 它這邊會要求你打上郵地區號 那麼郵地區號的話 就是打你家的 是打家裡的 然後這裡面呢 很奇怪的是 它要你填州或是省 問題是台灣已經廢省了 所以沒有州省 所以我就直接填台灣 就直接填台灣就沒關係 然後台中市 然後注意的是 它這有分第一行地址跟第二行地址 那樣你第一行地址就是 如果你的地址真的是太長長 長到它的那個字數滿了 那你就第一行地址就貼完之後呢 然後沒有貼完的地方再放到第二行地址 然後都全部打中文就好了 但是中文的話應該不會超過它的字數限制 那麼電話號碼就是可以填家裡的電話號碼 像這樣 門牌號碼就不用管它 因為他們說 我覺得那應該是Google翻譯的問題 那樣的 至於Google 3 確定相關資訊 然後我是在Google打通看到一個廣告 那你們這邊可以寫朋友報索我的 或是教職或是其他東西 那就是選一選 然後呢選完之後呢 你呢就可以按確定 然後它在這裡面呢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當你登入 當你那個在註冊的時候 它裡面會有一個地方叫做小組代碼 先稍等一下 小組代碼 那麼這個小組代碼呢 就是如果你要組隊 那樣主要可以一個人就先註冊之後呢 發那個小組代碼到別人的email裡面去 那這個怎樣呢 然後我會講一下 那我這個是 好吧我現在還沒找到人 所以它預設是都先關掉的 那麼你全部注射完之後呢 你點進來 詳細資訊通常是 通常是就是綠色 那如果不是綠色 代表你可能有些有問題 那你再去進去修改 那麼過一下詳細資料 你再點進去呢 你呢 它這個學生比較好 你Google代表你在家自選 就不是在這 那麼你學校名稱 就直接打未到中學 然後學校地址跟剛剛都一樣 然後呢 有地址是406 那麼這裡要注意的一點是 不用翻成英文的地址 JR中文的地址 它這個它也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呢 它這個 還有這個比較重要的是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你必須要在這邊呢 點選4 然後電子有一些地址 你要填你家長的電子有一些地址 然後寄給他的 寄給他之後呢 你再 他呢 會有一個連結進去 然後要他點選要求 那如果 如果家長或是監護人 他沒有電子有一些地址的話 要注意的一點是 他會給你的PDF檔 那上面都會有一些 一些內容 那你那樣子的話 那個內容要看完之後 你的監護人在下面簽名 簽完名之後拍照再給他們 或者是如果你不想拍照 就直接用國際郵件吧 只是這樣都不建議 但是大部分家長或監護人 應該都是有那個電子有一些地址 那麼這下面的地方 上面就是全部都報名 報名的地方都有講完了 然後 注意的事情 你家長或監護人 必須要在5月12號以前 就是今年5月12號以前 要按接受 不然的話 你的專案是 這個一直被鎖著 你會叫不出去 好 那加入小組 這剛剛有講 等一下樣子 剛剛會稍微講一下 然後再 我先再 速速的再講一下 專案資訊的符合 那麼你要注意的是 他Google好像 他這個科學展 似乎把摘藥這個地方 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那麼要 那麼在這邊提供資料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就在裡面 我這個就先不講 就自己在看 然後前面有一些評審的那些標準 還有那個實驗手指的那些 都要先看過 不然有可能會違規之類的 那麼專案名稱 大概15個字以內 然後他這裡 他的限制語言 他裡面是說可以接受中文 然後但是他說 建議給一個英文翻譯本 但是英文翻譯本 我還不知道是要怎麼回答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也不能用Google翻譯 Google翻譯大家都知道 那根本就有 然後這邊要注意的是專案所屬的 類別或是學科 那如果我們都是天天 數學的地方 都是這邊 那麼因為這邊就是資訊工程 與數學 除非你不是資訊工程 與數學之類的話 你通常都不會選他 就是這個 那吃藥類別的話 如果有關於到遺傳演算法 可能通常都會關係到生物學的地方 但是這也沒關係 就自己再去判斷這邊的 然後專案說明這100個字以內 然後專案摘要的話 他可以說你在下面這邊 輸入你的專案摘要 那如果你是製作影片或是簡報的話 他可以透過這個 這邊有一個新增媒體 就這裡 然後 但是要注意的是 你影片或是簡報都要設定為公開 然後他自己都會限制字元素 像現在是250個字 那麼如果你是 如果是有報名那個台中市那個科展的話 市政務辦的話 那可能還要再去做那個重點的 重點的截取 不然他的字數會超過 那麼對 然後這邊呢 他都會 上面都會顯示說 你應該要寫些什麼 然後最後面就是這些研究方法 然後結論報告 然後再來是這個 參考書簿 就是你只要有問過的人搜尋過 或者網址 或是問過老師之類的 最好東西都貼上去 然後如果你呢 你呢 做到一半你可以預覽 那麼因為我現在這邊 專案都還沒上傳 所以這邊就是NUN 就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再來就非常 就是直接選控 好 那麼 那麼還有要 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66天04小時18分鐘 那麼他 然後就是 如果你都寫完了 最早 越老就越好 然後呢 如果他的時間 是以那個 那是以哪個 時去的時間為準 就自己再去查 然後他這邊還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他這個活動 他是會去用這些 就跟Google加 Hangouts的方式 去做那個 去做那個 去做解說 像是今天 今天就有一個這個東西 只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自己的那個健康之類的 因為 因為他 我今天看到一個活動 他是 他是在台灣時間的一整 1點半 所以 可能就是要自己再去注意一些 然後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差不多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 如果有些問題 你可以去找這些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之類的 然後 就 這邊有一堆 有一堆 然後 這裡有寫到 提交專案的時間 是這個時候 太平洋下令時間 然後呢 還有這些其他的地方 那麼 就 就是 大概都講完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要再找楊哲剛來講一下 第一個問題 如果 國內科長得獎 可以報嗎 好 關於韋哲剛剛講 這個問題 這裡有 這裡有寫到 嗯 常見問題 如果有些常見問題 可以從這邊找 他這裡面有寫到 他這裡面寫到 好 等一下找一下 好 這裡 反正他這裡面呢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地方是 就是 是在說 我可以提交曾經參加過其他科學專案嗎 他這裡寫說 可以提交本學年製作專案 然後呢 但是 但是難怪這個就不用管他 但是他好像是寫說 可以提交本學年所製作專案 這是他其中的限制之類 其中限制之類 所以 如果你有報名其他的科長的話 你也是可以參加 好 那就再找楊子剛才 講 那個 就是剛剛這邊 資訊主頁的地方 這個 這個建議或加入小組 然後這樣子 就再找楊子剛才講一下 然後那個就 等一下 然後 你現在 應該直接講嗎 還沒圖片 好 OK 然後 今年參展的作品 應該大概至少會有四 至少會四個以上 應該 應該是會得獎的 所以你們把握住機會 你們那個納許奇也很好去發展 一定要去參加 納許奇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然後 你知道嗎 這是你們現在就是 其他的做那個 做年遊戲的 你記得這些 你要去開始做意義用了 就是你要真的開始做棋異 你必須要讓玩家 真的繼續 跟你所寫的程式 要對決了 必須要這樣才能 才有辦法在這裡面 展露頭角 國內科感 比較重視學術部分 你出去比較重視實用部分 它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 那許奇 你要起來 你就用洗完之後 玩家可以跟你的起對比 先走比較簡單 開始做起沒關係 一層一 二層二三層三 四層慢慢 能跟你的起對比 好 那要再講詳細一點的地方 就是 好的 我小組的地方 小組如果你已經報名了 但是你報名的時候 沒有輸入小組代碼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選擇 和其他人可以合作嗎 如果你有收到小組代碼 你今天在這邊錢 玩之後加入 那麼要注意的一點是 你在加入小組之前 你貼到Google全球科學展上面的那些資料 全部都要備份 因為你只要加入到這個小組之後 會以小組成員 一 它的內容為準 全部的內容都會變成它的內容 那樣主要 你原本內容就會全部被刪掉 所以在這個中間 必須要注意的就是 你在參加之前 在加入小組之前 必須要把你在 原本在裡面打的那些 像栽藥啊 聯救防防那些 全部都要備份起來 那麼呢 在這邊呢 你呢 可以 如果你要加 如果你要新建一個小組 那麼你可以在這邊打上 它的電解決計時之後 按傳送邀請 然後呢 後面的地方 因為我是還沒有加入 所以我不知道裡面 詳細的操作是怎麼樣 但是反正就是 傳送邀請之後呢 對方再按照上面的指示在操作 如果成功的話 這邊就會再多出一個 就像這個 你們這個如果成功之後 你們到時候 結果可以去唸那個 台中藝中的科學班 然後就像這樣子 再等一下 就比較細的 這邊你 這剛剛還沒好 你再講 比較重要的東西 你看 那可能就再講一下這個 如果全球科學長的 比較規則 好 那事前準備 沒有 那事前準備這邊 他都有 講到遵守規的 那麼 比較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 他 你只能使用自己的圖片 和影片 這個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 那樣子 然後他反正 他好像是規定說 裡面 不可以有 你自己建造的商 你不可以有任何商標 然後呢 還有任何的音樂 那些 然後呢 好像他有講說 即使是自己製造的 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然後呢 他這裡面有寫到 那個像是 這些東西 這些應該都還好 那 平成他這個 可能跟全球科學 跟台中市科長 比較不一樣 他是 你看他是有講到 作品或是創意 他這邊也都寫到 然後還有影響力 然後他講說 這個呢 好像他就是在 focus在說 能不能改變這些 這些 然後還有這些 然後方法 還有這個溝通技巧 然後 他比較偏重的是 在盡量讓 讓在那個 讓在那個 製作Google全球科學展 之間 用Google的產品 像是Google文件 或是其他東西 但是他這裡面 資訊圖 他在這裡面 先接上的話 你還是可以用問 接上 但是要注意的是 他都有制度限制 然後他這裡面 他就是 聽選裡面 特別講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 如果你這裡面 常見問題的地方 發現你還沒有問題 你可以去 那個 這邊 他有 反正他還是有一個 好像是 類似論壇的地方 可以去發問 但是他 也要注意的是像是這個 如果你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懂 至少懂那個英文 然後還有這些 還有這個 如果清楚來人 並獲得原創者授權 是否可以加入其他人 製作的內容 然後他講說 不可以加入任何音樂 即是自行創作演奏音樂 然後不可以有任何標誌 商標 公司名稱 然後 然後 除了 您拍攝的相片 和創作圖片以外 專案中 一定不得包含其他人的相片 或是圖片 即使獲得原創者授權 然後 除了您或是主員製作的影片之外 不可以內潛由他人製作的任何影片 但是可以在參考書目 參考資料以明顯對象 不分列出影片的連結 所以就是 如果是別人圖片的話 對 都不要 就是都不要放進去 然後 他這邊 是不是要用英文 然後 他中文簡體跟轉型式都可以用 然後 Google翻譯 不管 Google翻譯他 好 那麼 那 過全球科學欄可能差不多就是 像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裡面還有競賽細則的地方 細則就是這個影片 這影片都會講到 然後 再來這個 他這邊有個競賽規則 那競賽規則 他可能就是寫了一大段 那現在這個 最好都是都要去看過 然後 這裡面都有寫到這些 然後就自己再去看 然後 來換你 OK 這個 就是那個 關於加入小組的部分啊 就是 如果你把對方的天子郵件填進去的話 對方就會收到一個信件 然後長得像 打個像這樣 然後 就是 這邊會有個小組代碼 然後你把它 複製起來 然後到時候他會給你一個框框 叫你把這個 小組代碼 複製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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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有這些東西嘛 基本上其實 Google的科場 你只要把這些東西都一一複製上去 再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就好 好 再來 對有些同學來講 有發現好像很遙遠 可是你要記得自己把時間拉到一年前 他們有想過他們要去做課展 又想到他們會做出這樣的課展 有發現根本就沒有 那我教同學怎麼去找課展的屏幕 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們去把曾經做好 做過成功的課展的屏幕 統統搬出來 你就是這個東西 把他們做的東西 因為他們做的東西都是用手慢慢推的 你把那些 好像是前幾屆 將近50屆裡面 就把那個直接做的遊戲 統統搬出來 沒有 我是說你把它搬出來 你可以把它設定你的目標 或其他人今天也沒有走課展 你去把以前做錯的東西 它只要是推的東西 只要能推 你只要手能推 就代表什麼可以推 電腦就能推 如果說 他們今天做的事情是被肯定的 如果說 把能力智慧加上去是肯定的 那代表你用心的手法去解開 容量問題的過程當中 你機會就比較大 那加上學校的話 以後的話就是 每班每科都必須要做出課展 所以你們一定是班 一定班上 任何老師 寄予或忘記對象 所以你就從這裡開始出發 所以找從歷屆課展 你去從數學裡面去找出 一些適合題目 那從這些題目去找到哪些 是可以把能力智慧加上去的 那你記得 你們記住一件事情 有一種題目 然後用遺傳演說法 最簡單的就是MP 你自己找一下 好 那關鍵字就是MP 就是贏跟輸 他一種情況 就是在某種情況下 不是你 就是他贏 就是二學一的過程當中 他會這樣 當然比較複雜的是 會變成三種情況 那三種情況就變成三境位 因為MP系統可以用0 就是勝跟敗 那用素質就是用0跟1來表現 所以MP系統就是先手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誰 我先的話我就輸了 或者在這個點上我贏 我先 或者我先我就贏了 所以有先手必勝 先手必敗 是最簡單的 那你們繼續往下做的話 其他的部分 應該是別人做比較多 所以就從國想科長 國中科長 或高中科長部分去做什麼 你去做整理 應該機會都還蠻大的 好 怎樣 你要做總結 他的官網上面都會寫 以前得獎的作品 他們作品在兩場 OK 可以檢查 因為我們是 同樣的題目 我們就是同一個題目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開 是可以的 好 數學 你那個以前的B4定理 至少現在發表了 至少相信 好幾次 只要方法不一樣 至少都是可發表的 OK 好啦 那同學就準備關機 那今天的話 先用GIS-3 先負責做最後的 好 先做最後的 好 那個關窗 還有關電腦 同時自己先把電腦先把它關起來 好 先關掉 喔 謝謝 謝謝